当地时间12日 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 将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作证 他11日在发给纽约时报的电子邮件里 阐明了他将在听证会上讲述的内容 他称如果不顾开放指南强行开放 美国疫情将面临全国范围内多次爆发的危险 这不仅会导致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 更会阻碍我们回归正常生活 特朗普发出疯狂推特风暴 企图转移人们对福奇政词的注意力 CNN12日称 特朗普12日一早就连发数十条推特 宣称美国的检测世界最好 美国人民是战士 美国正向伟大过渡 他还大呼奥巴马门 指责民主党领导的州 在选举年内故意放慢重新开放的步伐 以在政治上伤害他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 11日在华盛顿邮报站门称 现在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美国需要一位稳定的又同情心的 能团结人民的总统 然而 特朗普坚持将抗议政策变成分裂路线 使美国人民在生命和经济 两条战线中相互对抗 拜登写道 每个人都知道 除非我们捍卫生命 否则我们将无法振兴经济 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也是使经济真正回到正轨的唯一途径 混乱恐惧绝望 德国新闻电视台12日称 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具有全球最强的医疗力量 但至今有130多万人受感染 8万人死亡 仍看不到疫情可能被遏制的迹象 与此同时 美国有3300万人失业 民众正在失去耐心 在国际社会看来 美国已陷入混乱中 德国民进周刊 引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调查显示 特朗普政府的刺激经济计划 也成了大企业和亿万富翁的发财两机 但五分之一的美国儿童在疫情期间 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 CN11日称 特朗普的失职 以及有毒的言行 已令美国的全球形象 每况愈下 报道引述爱尔兰时报的评论称 过去世界会恨美国 爱美国 或者羡慕美国 但现在我们第一次认为 美国很可怜